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遇到生命危险 这样的事并不罕见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便是明星高相鹏的故事 高相鹏是一位小众歌手擅长唱闽南语 客家语 台语歌曲 虽然名气不大 但做事认真 一丝不苟 是一位从选歌 录音 拍摄MV 服装搭配都丝丝入扣的全能型艺人 高相鹏最早是在1997年进入乐团 演唱过马拉桑 九泉 女人心 人生路 对手等金曲 曾荣获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 高相鹏在娱乐圈有着自己的粉丝群体 所以也会不时出现在一些访谈节目或者音乐会上 但是最近这一年却发现高相鹏并没有再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 也没有宣布隐退娱乐圈 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高相鹏的近况并不如意 因为出了一次意外 他到现在依旧昏迷 卧病在床 也让很多粉丝感到担忧 2021年10月据媒体报道 歌手高相鹏被传不慎跌倒昏迷 生命垂危 其子接受电话采访表示 高相鹏在出席家庭聚餐之后 凌晨坐计程车回家 过马路之时不慎跌倒 索性有路过市民打电话叫救护车送医 进入重症监护室抢救 伤势严重 高相鹏之子表示 在医院父亲经历了四天的抢救 中间一度停止呼吸 索性最后抢救回来了 但人仍在医院家护病房观察 接下来还要做核磁共振等进一步检查 希望能够尽快找出原因 让高相鹏能够早日醒来 高相鹏突然昏迷让人十分意外 很多人都对高相鹏昏迷这一新闻表示不幸 因为他在发生意外之前的一段时间 都在照常更新自己的社交账号 愉快地和粉丝们分享着自己的衣食住行 高相鹏还曾在2021年9月27日 透露自己接种第二剂疫苗 表示接种后食育越来越好 还询问大家打完疫苗的感觉是怎样 按理说一般接种疫苗前都会检查身体 在健康允许下才会进行 而高相鹏也表示 接种后食欲变得更好 猜测他的昏迷或许与聚餐小酌有关 但具体情况有得医生的体检结果 后来经过医生判定脑部缺氧后 他被送至加护病房观察 到现在高相鹏已经昏迷好几个月了 成为了一个活死人 之前在2022年1月份的时候 当时高相鹏昏迷了三个多月 一直没有传出病情好转的消息 令网友们十分担心 对此高相鹏的家属们 稍早在采访时也透露了他的最新病况 其中除了表示将高相鹏 送往桃院的安养院进养外 更进一步指出 虽然人目前昏迷了几个月 但家人们在医疗方面 仍全都要求最高水平 说什么也不肯放弃 据报道 高相鹏的亲友表示 高相鹏在2021年意外昏迷后 家人们就已先找了看护帮忙照顾 期间也有转院治疗 由于高相鹏并非完全无意识 叫他的时候 手跟脚都会有动作 眼睛有时会睁很大 看起来很有精神 可就是没有办法说话 由于高相鹏有一点意识 家人皆不愿放弃 经常播放音乐 或是好友录制的加油语音给他听 期盼奇迹能够发生 还有见到高相鹏现在的病况 表示相当心疼 目前 高相鹏已经转至桃院的医院 不过 在转院的过程中遇到很多难题 因为高相鹏切开了气管 所以需要找到能够照顾他呼吸的护工 有别于一般的护工 所以这样的护工并不好找 不是每家医院都有 所以想想也知道有多困难 希望外界可以重视到这件事 因为当时处于疫情期间 朋友无法自如进出医院探望 只能干着急 因此难过地表示 知道的越多就越难过 因为根本帮不上忙 高相鹏发生意外这件事 对他的家庭打击很大 因为高相鹏虽然在娱乐圈发展 但是已经结婚生子 拥有了幸福美满的家庭 高相鹏是一个好丈夫 好儿子 不过 高相鹏对妻子的隐私保护得很好 并没有关于妻子任何身份的信息流出 本来一家人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但是残酷的命运 却没有令这个家庭一直这样幸福下去 高相鹏是一个性格开朗热爱音乐的人 高相鹏从小就展现出了音乐天分 长大之后 他理所当然地选择了这条道路 成为了一名歌手 其实很多歌手出道只是因为自己喜欢唱歌 想要成为歌手 并没有自己该如何发展的想法 只是任凭公司摆布 由公司做决定 但是高相鹏却不是这样 他很认真 也很有自己的想法 只要能够更好地表达音乐 高相鹏都会勇敢地提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 多年来 高相鹏在歌曲选择和表达 录音 场地 视频短片的拍摄等等方面 都提出过不少意见 这演样公司对他越来越器重 在歌坛 高相鹏与歌手方一萍是一对老搭档 二人因合唱情歌为人熟知 高相鹏原定在2021年11月6日 和方一萍一起参加地方文化节 两人还要合体录影《我爱冰冰秀》 奈何 十月份高相鹏突然晕倒昏迷 可谓事事无常 方一萍因高相鹏出意外 心情大受影响 两人的通告都悉俗取消 工作人员表示 如果医院允许 公司同事都会陆续去探望高相鹏 一起祈福 希望他早日康复 之后 方一萍受访伤心套路 得知高相鹏昏迷后 隔天他就去医院探班 奈何疫情原因 无法亲眼看到高相鹏 只能从高相鹏儿子那里了解情况 方一萍坦言 与高相鹏情同家人 得知对方突然昏迷 第一时间被吓得哭不出来 亲朋友到妈祖庙求签 希望他快一点醒过来 方一萍和高相鹏关系如此之好 还得追溯到2003年 高相鹏和方一萍成为了对唱搭档 演唱了不少歌曲 像我们所熟知的 《对手》 《连杯酒》 《缘分》 都是他的经典作品 其中 他和搭档方一萍演唱的 《福气了》 还拿到过金曲最佳演唱组奖 备受观众喜爱 所以这么多年 两人就和黄金搭档一样 在歌坛打拼 共同出席一些活动 此外 高相鹏热心公益 之前担任义务消防多年 不仅对待工作认真负责 而且对人也很友善 圈子里有不少人都是他的好友 每次提起他都赞不绝口 并且 高相鹏出的20多年 收入不俗 他多年前曾受访表示 与方一萍没有合作的12年里 少赚3000万台币 两人后来再次合作 马上拿到600万台币的酬劳 这些年 他们至少收入过亿台币 高相鹏和方一萍都善于理财 他们在台湾 厦门都有房产 2009年 高相鹏还投资500万 开了一家上千平米的婚礼餐厅 高相鹏表示 开业的第一个月 自己都快哭出来了 没赚钱 还有增资 苦撑到第二年后 餐厅才开始赚钱有起色 不过 经营了三年 直到2011年 百年结婚潮 宴会订当满党 餐厅才开始回本 等待过程很煎熬 让高相鹏经常苦恼到失眠 体重从65公斤 瘦到剩59公斤 连他儿子都看不下去 建议他干脆退股 高相鹏表示 买到经验 下次不敢了 以后外行的东西 绝不投资 万幸的是 后来还是回本了 赚钱之际 遇上方一萍凤环潮 他笑称 他是幸运之神 带财报道 12年后 重剧 两人默契依旧 再度合体发作品 《尚美的梦》 虽然高相鹏年 收入过百万 但他为人仗义 曾多次借钱 给朋友收不回来 损失600万台币 但是对于朋友 他始终毫无怨言 即使自己损失惨重 高相鹏依旧选择做慈善 当个快乐的义务消防员 他说 十多年前 又会半夜到三重小吃摊吃宵夜 没想到碰到民宅失火 他紧张惊慌之余 立刻打电话报警 也加入救人行列 跑进平房 抱起老婆婆 逃离火灾现场 逃跑时 还腿软受伤 要不是情况紧急 忘了喊痛 不然实在会痛到哇哇叫 体验过救人的经验后 他加入户籍地 彰化消防义工 不只参加消防讲席和消防任务 也曾出任务协助工作 如此有情有义的高相鹏 在娱乐圈中自然拥有好人员 所以这次高相鹏发生了意外 才会被圈内人士担忧惦记 包括和他关系很好的龙千玉 黄思廷都纷纷纷出声 隔空替他集气 希望他能度过这次难关 说起龙千玉和高相鹏相识多年 高相鹏发生意外的第二天 龙千玉便在个人社交账号上 晒出双方合照 隔空替好友集气 请大牌加油 我们都在等着要听你的歌声 我们有相约要唱到八十岁哦 请大家为高相鹏集气 送祝福 尽佛菩萨加持 让他可以度过这次的难关 以翘脚并嘴须 走红台语歌坛的方顺吉 也第一时间 在个人社交账号喊话高相鹏 大牌高相鹏 别睡了 赶快起来 赶快起来再喝一杯 台语歌手黄思婷 也透过社交账号发文 向高相鹏喊话 老爸 从我一进公司 你就是最疼我的人 在我印象中 你是一个乐观 喜欢开玩笑的人 可是这一次 你玩笑开太大了 一点也不好笑 黄思婷得知高相鹏 住进加护病房 已经是第五天 内心一直忐忑不安 他表示 老爸 你可以赶快醒过来吗 好想再听你讲笑话 及吃你煮的菜 在这边 拜托大家一起 帮高相鹏祈福 祈愿他早日醒过来 身体早日康复 阿弥陀佛 朋友们的打气 给了高相鹏 生存下去的动力 但是身体就是这样 一切都是不可逆转的 如今几个月过去了 可以知道 高相鹏求生意识 是很强烈的 他出事之后 很多朋友都来探望他 每次听到 他们熟悉的声音 高相鹏都会有生理反应 比如 心跳加快等等 这些反应 都是好消息 证明 高相鹏虽然昏迷 但是并不是毫无意识 他一直和外界有联系 而且他现在也能睁眼了 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希望高相鹏在未来治疗中 病情可以有所好转 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祝您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